1940年6月4日 当历史九天的敦克尔克撤退 画上句号 德军进入这一片海滩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英法联军丢盔卸甲的一片狼藉 以及来不及处理的尸体 因此德国人在杂志以及广播中宣布 敦克尔克是我们一次伟大的胜利 甚至希特勒下令第三帝国境内所有的大中长鸣三天 而77年之后 诺兰选择将这场德国人眼中的胜利搬上荧幕 他的名字就是敦克尔克 历史已经证明 敦克尔克作为二战史上最关键的节点之一 曾经世人眼中失败的大撤退 已经成为最伟大的撤退 就像很多武侠片和动作片中所说的那样 德国人在广播中大肆渲染英国人的失败 而丘吉尔却说 你懂个屁 这叫保存实力 拍摄敦克尔克的电影最大的问题 不是采用何种技术 而是如何在世人皆知的历史和多如牛毛的同类影片中拍出新意 然而这些对于诺兰来说都不是问题 也许换作其他导演 敦克尔克将会从德军在法国比利时的胜利作为起点 交代德英双方前线战士的惨烈 以及后方的紧张 然后再将时间集中于敦克尔克的海滩上描述两军的交手 如果碰巧是拍摄珍珠港的爆炸被来指导 很可能这场大撤退中还会发生一些男男女女不可描述的爱情故事 而诺兰却选择以管中窥豹的形式 让观众以全新的视角进入战争 陆海空三个空间场景同时配合三种不同节奏的时间线 浅滩上的一周 海上的一天 空中的一小时 三个起点看似互不关联 但随着三点画出的时间线汇聚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本剧中看似各自为阵的人物 最终命运都融为一体 除了打破线性叙事的时间线 敦克尔克中诺兰对于德国的处理始终采用测写的方式 将恐惧始终埋在暗处 让始终没有露面的德军成为心地无处不在的死亡娱胁 哪怕空战中的对决 BF109战斗机也都是惊鸿一瞥 旋即带着死亡的呼啸飞出画面 这样的暗线处理并非没有先例 比如帝国的毁灭就是明正 尽管这部电影早就被网络二次演绎成了元首的愤怒鬼畜教学 但帝国的毁灭从头到尾 不说苏联人美国人的进攻 却让观众在希特勒一次次的崩溃中 领回到了德国人死到临头的那种心里崩盘的绝望 影片敦克尔克的画面 一直在凌落的传单破碎的泡沫中 呈现阴沉的冷色调 直到最后一刻 伴随着喷火战斗机的烈焰残骸 落日的余晖为这场失败 录上了一层若隐若现的暖意 也许对于电影中死里逃生的三四十万士兵 这是希望之光 但作为生在和平年代中的坎坷 我们唏嘘的是电影结束 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 除了对伟大的诺兰 以及这部伟大的电影表示赞美 小霞更想和大家说说 这场伟大的撤退中的两处细节 首先是海上的英雄 英国人组织的民间救援船 这些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员 他们有的是教师 有的是银行职员 在没有任何活力掩护的情况下 奋不顾身的 在六小时的航程中 只有一个念头 敢往敦克尔克 救回祖国的孩子们 作为只是一部电影的敦克尔克 没有那么多笔墨 将每一艘船的故事 全都告诉观众 但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称号 敦克尔克小艇 而其中最著名的 并不是电影里的 月光石号 而是一艘名为 皇家水仙花的渡船 五次往返 一共救出 七千四百六十一人 成为敦克尔克的 又一个奇迹 要知道 在整个撤退行动中 共有两百多艘小艇 被德军炸沉 在战争结束之后 所有参与过大撤退的船只 都被授予悬 敦克尔克十字旗的荣誉 其次是空中的英雄 英国人制造的喷火战斗机 敦克尔克中 唐老师开着油表为零的飞机 在海滩上低空滑响 每到令人忘记战争的残酷 而他作为下的喷火战斗机 才是哪怕给予再多赞誉 也不为过的真英雄 这部基于活塞式发动机的单螺旋桨飞机 相比德国人的BF109 其发动机水平 以及火力配备 都要稍胜一筹 其单一结构 全金属成立蒙皮 卯接机身的诸多特点 让喷火可以稳定地完成 高速接近 一击就跑的空中战术 敦克尔克完美地展现了 喷火战斗机 在发电机行动中的重大作用 保证了撤退行动的成功 但正如电影中交代的那一幕一样 以为空军已经放弃作战的 陆海军残兵 但凡见到 身穿蓝色制服的飞行员 就使劲地辱骂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以少敌多的喷火战斗机 以177架的代价 换来了击落 240架德军飞机的战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 劳斯莱斯梅林引擎 的确是这个海峡上空 最美妙的声音 小小看完敦克尔克 最大的感触就是 作为享受战争胜利 带来的和平的我们 为了铭记历史 有生之年 拼了命 也应该买一台 劳斯莱斯幻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